这幅作品的猫的形象通过大胆而又细腻的墨迹勾勒而成,不仅呈现了动物本身的肖像,还赋予了它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灵性。 Annes Cicill的艺术风格通常以水草为主,以流动性的颜料和对比鲜明的色彩展示人物的情感深度,而这次它以黑白为基调,以水墨的形式表达,却依然保持了它的艺术印尾。 它将传统的末迹技法与现代感情表达相结合,将动态与静态,明与暗,时与虚巧妙地融为一体。 这位艺术家不拘泥于一种材料或者风格,反而善于在不同的媒介之间转换,展示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邃的情感世界。 这幅作品不仅仅是一幅猫的肖像,更是对动物内心世界的一次深入探究和对艺术表达手法的一次大胆实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